殯儀館內 無性女子痛苦失聲 一度哭到昏厥 因為他怎樣都沒料到 新婚不到三個月的丈夫 只因為和自己的親哥哥 發生頭角囚紛 疑似就被哥哥 火同友人給打死 他就是無性女子的新大哥 談起事發經過表示 他和死者因為財務囚紛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加上有人一旁助陣 四個人扭打成一團 從屋內打到屋外 最後女子的丈夫 被打到昏厥在大門口 警方這時也及時趕到 被害人 他對談都能 還蠻正常的 那意思也清楚 那也沒有明顯外喪 需要 那個經醫院宣告 那個陽性犯險 那個不治身亡 之後 我們警方 就像 立即像 宜蘭地檢署 針對 無性犯險本三人 來申請 拘票 怕了又有 那些便宿 怕好了 那時候人 看又清晰清晰 目擊一切的 無性女子二哥 對於 妹夫 送醫前 仍還好好的 卻當晚 傷重不治 也感到疑惑 究竟死因為何 仍有待進一步相宴 這名醫生言敬語 你能不能